富邦金上半年的税后诚意达到178亿元 年增超过6成 EPS是1块87 市场预估富邦金完成现增之后 股本膨胀的幅度会达到7% 然而富邦金表示 合并华伊银行之后 每年从华伊银行溢注的获利 大概也会有7% 所以未来获利渴望持续往上攀升